哈嘍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老頭 I am ultimate in earn again 歡迎各位再度回來我的方舟生存進化啦 今天這一集呢 要來馴服我影片封面的這一隻哦 中華大眼翼龍哦 這隻中華大眼翼龍呢 他是在失落之島的獨特生物哦 跟這個阿瑪加龍呢 以及孔廢哦 是一樣的 都是屬於失落之島的哦 那孔廢呢 我之後 下一集或是下下一集呢 好就會直接把他拍出來給各位看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呢 就來抓一下這個這一隻 失落之島的獨特生物 中華大眼翼龍吧 然後呢 之前上一集老頭也有說哦 這一隻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好看有沒有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看久了之後呢 我覺得其實不難看耶 因為他的尾部你看有白色羽毛 還蠻好看的 說實在的 剛開始覺得挺醜的 有個看久了 其實不難看 你們有沒有這種覺得 哎啊這隻呢 我也練的差不多了哦 好 整個屬性整個是大躍進哦 他的這個提升倍率呢 跟這個他原本的他老爸哦 那個老爸叫做呼啦哦 他老爸呢 深深的這個倍率呢 好像還是有點落差哦 攻擊力實在是差很多 整體的體質 比他老爸還要好太多了 哦以後就用這一隻了 各位 那我先把 其他這兩隻放回去好了 你看這個白色羽毛應該是像他老爸啦 有沒有 這白色羽毛應該是像他老爸 啊他媽媽 我是不是沒有給他吃傳送門啊 算了 哎不對哦 羽毛是像他媽媽的 哦 這樣說來說的過去了啦 就是 他這個身體上的毛色是他爸啦 這個魚這個羽毛的尾部是他媽啊 原來如此哦 到時候我想要讓他 讓他讓他爸爸戴綠帽子你知道嗎 因為我之前上一集不是有看到一隻 很好看的公的阿根提軍 羽毛 你們應該知道我在說哪一隻吧 我也想要把那一隻拿過來配我這一隻 不知道會配出什麼顏色來啊 啊 突然覺得有點想要這麼做你知道嗎 然後我們這個可憐的胡拉呢 就直接戴綠帽的這樣 啊 突然覺得有點可憐 啊 反正那是之後的事情啊 等我有 等我有在遇到的話再說 好不好 ok 我們現在呢 哎呦 卡住了 我們現在呢 直接出發去找這個 中國大眼翼龍哦 這個中國大眼翼龍呢 他其實 很好找哦 就位於在我們之前去的那個沼澤哦 ok 我們直接傳沼澤哦 我們就可以直接找到那隻翼龍了 那隻翼龍呢 他馴服方式哦 非常的簡單哦 是被動馴服哦 然後呢 他跟美隔龍一樣哦 是很喜歡靠近 很喜歡主動靠近人類 然後呢 也不會對你造成任何傷害 但是美隔龍比較不一樣啦 美隔龍是只要三隻以上他就會攻擊啊 那大眼翼龍的話應該是不會啦 他就會一直看你 然後呢 你只要為他吃 甲殼類 甲殼樹 你只要為他吃甲殼樹 他好像就會 增加馴服質的樣子吧 甲殼樹在哪裡 哇 突然想到我好像沒帶甲殼樹過來 這附近沒有什麼螞蟻可以讓我殺嗎 沼澤應該是一大堆才對啊 來查看一下好了 我已經看到翼龍了 我已經看到翼龍了 哎這個有這個有這個應該有吧 有哎甲殼樹出現了 巨型兵也出現了 非常好非常好 前面那一群也先解決掉好了 不然等一下被咬 那這個可以放嗎 這個可以拿來放在 哎可以哎 哎這個就可以 角質不行哦 好 好 那我們剛剛看血條有看到那一隻大眼翼龍嗎 看一下大眼翼龍在哪裡啊 這次尋找一下 啊看到了看到了 這邊有隻古馬路 把他殺掉好了 古馬路給我殺掉了 ok我看到大眼翼龍在那邊 我們現在前進好了 看他會不會直接飛下來看我 hello excuse me 我這邊有好吃的東西哦 哎呦 哎他不鳥我哎 hello 這個要怎麼接近他啊 他說他會靠近人類 你只要不要驚動到他就沒事 可是 他一直飛哎 啊我都飛這麼遠啊 是有多怕我啊 哎前面其實還蠻多的 對我們飛過去看一下好了 這個地方 我看一下要怎麼靠近他 在這邊躲一下 我又飛走了 我不懂哎 而且啊有趣的是啊 如果你穿甲殼的裝備 他會攻擊你 還是說我要穿甲殼裝備啊 讓他主動攻擊我這樣子 感覺又不太對 好 他會主動攻擊昆蟲 他對昆蟲好像有一種 有一種仇勢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對對 哎 哦 來哦 哎呦 馬上就抓到了呢 哎呦 塞卡娃威 哈哈哈哈哈哈 哦 原來要慢慢走 不能走太快啊 會嚇到他這樣子啊 原來如此啊 哎呦 塞卡娃威 主動攻擊 我先把他弄掉 呃 我怕他等一下直接亂 胡亂攻擊啊 行為設置 使用被動好了 你看 他長這個樣子有點可愛有沒有 啊 這邊其實有點危險啊 我還是快點把帶回去好了 好 這家務的特殊能力呢 我記得我好像還沒講嘛 對不對 這家務的特殊能力呢 有兩種哦 第一種呢是 他可以當作滑翔翼哦 哦按下空白鍵有沒有 你看 哦 我在升天 哎 可是這個非常吃他的耐力啊 哎 就是一個懸浮的一個概念啊 他只能懸浮 他不能往前衝刺 啊 有點像是泰克的噴射引擎這樣子 那如果他升級的話 看可不可以點哦 應該是可以點 對他可以點耐力 他的素質是跟一般恐龍一樣的 哦 這個耐力 如果你點滿的話 你想怎麼飛就怎麼飛 但是他的整個體質呢 血量是有夠少 耐力也是有夠少 很容易死掉啊 啊 那另外一個能力呢 就是 我看一下 他是自動發動嗎 還是怎麼樣 他好像是自動發動吧 是不是 他另外一個能力就是 就是他可以下跑 小型生物 像是美隔龍 像是魚鳥這些小型生物啊 或者是 會偷你東西的那隻龍叫什麼 盜鈴龍哦 還是桑齒龍 這種小型生物呢 只要他們一靠近哦 我們的大眼翼龍會叫 叫完之後 他們就會被嚇跑 有沒有 叫一聲之後 就要吸敵了這樣子 吸敵都10秒好久哦 我想他自己叫可不可以 他完全不鳥哎 雙極龍不鳥 還是我設定設定錯了 哎呦啦 他叫了 雙極龍跑走了 原來是我設定錯了 原來如此 這根本不需要打開啊 你這樣子就可以了 你只要這樣他就會 靠近就會自己叫了 有沒有 哎 然後又要再等一個 15秒有點久 呃60秒有點久 你看一直跑 啊 不知道跑多久這樣子 整個就是被嚇到削流 你看嚇到還削死了 啊 哎呦 哎呦開始攻擊了 幹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哎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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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再做一次實驗啊 啊 之前 魚鳥煩煩的要死 現在我要你你們出來 你們現在都給我 不見是怎樣 看到看到了 快點弄我啊 來啊 偷我的東西啊 啊 快點啊 哇靠 那把我壓嘴 蛋 偷掉 哎 啊不是說好要 發動的嗎 還是要這樣子啊 靠 要不管用啊 還是要全打開 有了內 偷完東西才叫走 是怎樣 我在氣死了 再一次 魚鳥還有沒有 他剛偷我什麼東西啊 氣死我了 我的東西被偷光光了啊 我們再去找剛剛那個魚鳥 我覺得先把他全部打開好了啊 這樣吧 對不對 看一下有沒有反應啊 感覺好像要被攻擊 他才會叫的樣子啊 來啊 繼續偷啊 不是很會偷 攻擊我的時候 他就叫了 有沒有 我們右邊的那個技能不見了 他被他被驚恐了 幹跑屁啊 去死吧你們 我痛恨魚鳥 痛恨你去死吧 嘿嘿 哦 這邊還有練習打靶 打不到啊 痛恨你 爽啊 挺好用的就是了啦 不過呢 他位於這個沼澤地區哦 哎 可能會比較危險一點 就沼澤那邊嗎 會比較危險啊 你們如果要去抓的話 就要自己 注意自身安危啊 不然的話呢 很容易被滅掉啊 知不知道 好啦 這就是我們的大眼 中國大眼翼龍 希望大家會喜歡啊 來給你們看一下 長這個樣子 趴著看 有沒有覺得眼睛大大的 挺可愛的 啊 好啦 今天先到這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走下角的訂閱 右下角的喜歡 下方的留言 我是老頭 好我們下一集 方舟生存進化 再見 我們下集見 拜拜